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比试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GT跨界玩家乐写电玩宅变身职业赛车手的真实追梦故事 被誉为今年暑假最乐写的电影GT跨界玩家 我前几天就看了 那他在台湾上映之后呢 看到新闻就是首周已经破了600万新台币 那荣登就是本周的票房冠军 甚至创下近年这个赛车题材电影在台湾的最高开票记录 那目前已经击败了赛道狂人还有玩命在节 那在进入实际的看点之前呢 还是要简介一下这部电影的大概讲什么 这部电影其实改编自一个年轻的赛车手 叫做杨马登伯乐的真实故事 那电影在描述说这个青少年呢 他玩了一款游戏叫做跑车浪漫旅 他是个电玩的玩家 那因为他就是有非常高超的电玩技巧 然后就被那个日本知名的车厂Nissan 他们就举办了一个比赛 是电竞比赛 其实谁如果跑得最快 他就真的要让你从电玩玩家训练成实际的赛车手 那这个年轻人呢 最后面就真的梦想成真 成为一个职业赛车手的故事 那简介完这个电影在讲什么 还是要稍微讲一下那个电玩到底是什么 说实在的 因为我本身没有在玩游戏 所以电影里面讲到这个跑车浪漫旅 是个PlayStation最受欢迎的赛车系列作品 那其实这个游戏呢 是从1997年第一代游戏上市之后呢 已经在全球狂卖超过9000万套 所以他算是就是PlayStation里面最热卖的游戏之一 所以索尼影后来就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 那看点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真人真事改编 这部电影大家前面几分钟 他就立刻在字幕上面就打了 这个是个真人真事的故事 而这个电影GT跨界玩家呢 当初首波的影评出来 就在知名的电影评论网烂番茄 就得到接近满分98分 所以大家都蛮期待这部电影了 那更不用讲这些玩家 玩过这款游戏的人也会很好奇说 把这个游戏搬上大荧幕之后 会怎么样来呈现 而另外一个知名的杂志Virality呢 也称赞这个电影呢 它就是赛车以时速300公里狂飙 在这个蜿蜒的赛道上呢 然后巧妙的融合电玩的技巧跟电源这个元素 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 非常的生动 而且他讲话蛮直白的 他说直接剔除中二驾驶行为的 玩命关头系列 就是你知道有点在酸玩命关头 但同时也是在称赞说 这部电影有达到玩命关头的娱乐性就对了 然后也很感动众人 那就是这部电影 大家就是对它的期待 这也是第一点 我觉得它应该是真人真事 所以你里面看到的故事就会特别的感动 觉得说天哪 这感觉是一个掰出来的故事 但是你看到里面的每一个片段 就觉得说原来是这个世界上里面 真的有人是可以做到这样的状态的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 第二个看点呢 就是从电玩走到现实的追梦过程 延续刚上一点 因为这是个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嘛 所以你要怎么样从一个游戏的电竞玩家 变成一个所谓的运动员 这中间的gap其实是蛮大的 即便这款游戏它再怎么样号称说它很模拟 就是已经可以让你很生动的感觉 你在开赛车里面的那个什么 你可以换轮胎啊 换什么有的没的细节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调配 但Altra你跟你实际上开车 在那个赛道上面奔驰的感受还是不一样啊 但怎么样让一个所谓的电竞选手变成赛车手 这中间的差异其实蛮巨大的 但这部电影感人之处就是 这个年轻人呢 他从小就有赛车梦 所以他才会这么热爱这个电玩 但连他的父母都觉得说 啊你玩电玩没出息啊 你玩电玩跟实际变成赛车手 这是两回事啊 但是就遇上了日本这个尼桑的大厂 竟然就是有这个选拔赛 去一切的一切就是实事造英雄 那你也不得不赞叹 一个人到底对于梦想他可以多坚持 因为中间他只要中间一度的小波折 他放弃了 比方说他当初可能被父母阻挠 然后他没有去参加这个 所谓的赛车的比赛 是游戏的这个 然后获得冠军之后 他才能够的后续真的去接受训练 中间接受训练又遇到种种的挫折 可能还被淘汰 他如果又犯错 可能就因此跟这个梦想 走向了分岔路 那如果他中间只要一度有那个怀疑 不管这是自我怀疑 或是外界的打击 影响了他 像这故事里面后半段 也有一些重大的 就是内心的创伤 这些东西他只要放弃了 他就不可能走到最后面 那个他要的东西 跟变成真正的赛车手 所以这逐梦的过程 也是很迷人的 又将就刚刚说的 它是个真实故事 你就会觉得说 中间可能游戏嘛 那游戏 你是个所谓的玩家的时候 你可以重新来过啊 你摔车了 你输了大不了重来 你可以在这个同个赛堂里面 玩几千次 但是你不会有人生的安全疑虑 就是你即便摔车了 你在游戏里面 也不会影响到你自己的身体健康 但是你变成赛车手时 真的一点点的小石子 那个风数的影响 可能就会翻车 而且你翻车就算了 你还可能影响到你旁边的比赛选手 更不用说其他人 所以这种种 就是从电玩玩家 到所有的赛车手的 这个过程的转变 其实是很迷人的 也是这个电影的看点之一 接下来第三个看点呢 就是你如果是 跑车浪漫旅的资深电玩玩家的话呢 你一定会爱死这部电影 另外如果你是跑车控 或是你很喜欢赛车 这个活动的话呢 你一定会很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里面有很多 厉害的跑车 然后它的赛车的场景 也都是真的是实拍的 所以就觉得 哇 有很多你乐爱的东西 都会在这部电影里面出现 那接下来第四个看点呢 就是还有讲到一点 创伤症候群 那创伤症候群呢 里面其实有两个部分 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里面担任教练的 这个角色呢 其实他本身也是个赛车手 在很多年前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很顶尖的赛车手 但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故 所以他有一些创伤症候群 导致他就弃赛 再也不玩赛车 那这个年轻人 这个电影的主角 他其实也遇到类似的情境 那他如何克服的 这部电影就是用一个 曾经经历过这件事情 但他选择放弃 跟下一个 他要如何去面对 跟如何克服 创伤症候群这件事情 我觉得两边都给你 不一样的路子跟解答 然后我觉得里面的一些对话 也蛮有感触的 他就是说 你在这个赛道上面 表你发生了车祸 如果你因此 这辈子就不敢再开车 不敢再去比赛的话 你可能就真的 再也不敢比了 但如果你现在 立刻的 回到这个赛道上面 重新开一次 重新哪里跌到 哪里去爬起来 你就可以重新 找回那个勇气 我觉得里面 这个东西是蛮感人的 所以也是值得一看 接下来第五个的看点呢 就是这部电影 长达基本上 已经快了两个半小时的片长 但是必须说 完全没有冷场 剧本非常的流畅 而且很紧凑 没有太多说教 或大道理 就是一个非常娱乐爽片 就是你里面看的赛车也好 或是那种很刺激的 很纠结的 那个紧张感都有 他把这个电竞选手的心境 用一个相对 就是直线 他没有去讲太多 什么庞杂 他旁边的人 是怎样的故事线 没有 他就是锁在 这一条故事线上面 连那个庞杂的教练 或是发起这个 尼桑 所谓的电玩大赛的人 他都没有去琢磨 他们背后的故事 完全就是锁在主线上 就是老老实实的 说好主角的故事 他没有想要去告诉你说 旁杂这个教练 可能背后有什么样的 辛酸苦楚 或是发起尼桑 这个大赛的人 他背后又是怎样的 一个动机 他没有想要跟你讲 那么多废话 就是告诉你说 主角他中间的心路历程 如此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蛮好的做法 就比起很多 有深度的电影 就很喜欢有很多 那种旁杂的故事 去堆叠起那个情绪 或是去充分那个 所谓的情感 但我觉得他没有这个用意 那接下来第六个看点呢 就是绚丽的动画场面 就是这部电影厉害的地方 是你看到那个 电玩跟实景 虚实交替 尤其是他那个 所谓的赛车 跟电玩赛车 里面那个分解 我觉得那个分解的画面 非常厉害 值得一看 尤其建议大家一定要 进大一幕去看 才能够看到 那个奔驰的感觉 因为他那里面 拍法 就是下一点看点 他的拍法呢 也是值得一看的原因 就是他赛道上面 那个刺激感 他是有拍出来的 应该实际用那个 赛车车道的那个镜位 他是用无人机去拍 导演在受访的时候 就提到说 他这一次的 这个摄影的技巧呢 是归功于 摄影团队实验性的尝试 首次用无人机 来捕捉高速行驶的 GTR赛车 这个生动的画面 毕竟你知道 赛车那个每小时 最快可以跑到 300多公里 所以那个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要用无人机 去截取那个画面的话呢 是需要做一点实验的 大家也觉得说 这个概念放到 所谓的赛车场景之中呢 才能够让观众 可以感觉到 那个最刺激 最生利其境的感觉 那他还提到说 前几年这样的摄影技巧 可能还不够成熟 但是现在已经可以 完全应用在这样的拍摄 他还觉得是一个 很棒的突破 那另外他还讲到说 这一次的赛车场面中呢 他也是使用 跟捍卫战士独行下 一样的摄影技巧 他是把摄影机 还有一些分离的系统呢 装在那个汽车 狭小的车子里面 然后就拍出那个感觉 就跟捍卫战士 那个汤姆克鲁斯 那个战斗机里面的 那个画面一样 就是完美的 把机械跟驾驶 融合在一起 所以可以拍出 那个G力速度 你要 所谓的那个战斗机 他就是往下飞的时候 还有那个G 这样的拍法 就可以拍出 那个重力加速度的感觉 加第八个看点呢 就是男主角超龄的演技 就是完美的诠释 这个 内心就是很强韧 就是我就是想要 当赛车手 但一路上跌跌撞撞 他是如何克服 跟他背后的那个胆怯 但是自我怀疑 但最后面 终于就是还是 踏出了那个艰难的第一步 是怎样的心路里程 我觉得他演得很好 另外两个搭配角呢 就是奥兰多布鲁 是演那个 尼桑 催生出这款 跨界计划的 行销总监 丹尼 另外一个男配角呢 是由怪奇物语的 那个警探 就是他来饰演这个教练 那我觉得这两个人 在里面算是绿叶角色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 算知名度比起这个新人 男主角来说是比较大的 所以可以借他们两个的拉拔 让这部电影的能见度 比较高一点 因为大家看到奥兰多布鲁 也会好奇说 很久没看到他演电影 也会好奇说他演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选角 也算是拉拔这个电影 可以声量比较好一点 那他们两个也算是不过不适 因为他们的画面没有很多 说实在 这部电影真的 就是锁在男主角一个人身上 那接下来第九个 还是要讲一点缺点 刚一直说 这个故事就一直锁在 男主角一个人身上 他的故事现在很明确 其他人没有什么琢磨 但同样的 他可能也没彼是一个缺点 像女主角 我个人就觉得可有可无 感觉他是为了让 这个男主角 多了一点感情的倾诉 然后让他比较有人味 然后因为他是年轻人 多了点浪漫元素 在电影里面不会错 所以他硬塞了 这个女主角的支线 但其实他们两个 就没什么化学反应 就是两个认识 到后面的那个 浓情蜜意的讯息往来 然后探班 就觉得说 就是没有太多的琢磨 你就垫不起那个情绪 就是OK 就是你只是为了 塞一个女主角 反而你拿掉这个女主角 完全不影响这个故事 也没有 硕实在没有为这个故事 增添一点什么色彩 我个人觉得啦 就可惜在这边 那另外呢 因为它这个是 Sony的电影嘛 所以里面多少 会有一些Sony的智路 他们的这个那种品牌 所以就有个随身听的智路 我个人觉得有点生硬 然后这是个小小的缺点 那最后来讲一下 整体的结语就是 这部电影是 今年暑假档期 算是已经是 最后一部大片了 那你知道 今年的暑假 一开始有不可能的任务 中间还有Barbie 还有奥本海默夹沙 那最后面在这个 那种暑假会终结前 推出了这部 所谓的GT 跨界玩家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老少嫌疑的动作娱乐片 那有一点点教育 然后有点启发人心 然后又非常的感人 因为它就是真实故事 所以我觉得算是 今年暑假 非常好的一个收尾 如果就是 那种暑假 收尾之前 你想要看个电影 不管你是小朋友 你是什么国中高中 然后你可能喜欢赛车 还是说你是大学 你可能要 跟你的三五好友 就是找个地方去hand out 或是约会 我觉得这部都还不错 那也不用讲 如果你是上班族 你就会周末想要 找个电影 就娱乐一下 我觉得就是爽片 它也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整体都是一个 值得一看的电影 再次推荐给你 那最后还是要 推荐一间咖啡厅 叫做百度咖啡 它的地点是位于 大道城延平北路上 那它是一间老宅 改进而成的特色咖啡厅 两层楼的店面呢 它里面的建筑物 就是老宅 那它保留它原始的 结构跟骨干 加入了很多 现代化的木桌啊 金属椅啊 所以就会有那种 冲突的美感 而且我非常喜欢 它的窗台 因为它是那种 就是老宅 所以它的窗台 不是只有单面的 它很多面都会有 那个窗 所以那个光的感觉 是非常漂亮 尤其是下午的时段 那店内提供各式的咖啡 茶饮 还有一些点心 像是松饼被果跟蛋糕 价格都落在百元左右 那我觉得 它是一个相对蛮清幽 蛮惬意的一间咖啡厅 因为去那边 都是附近的居民 可能是我今天去的时候 是平日啦 你就觉得去那边工作 看本书很chill 就是不会太大的 很吵扎 或是有很多 所谓的观光 可没有 那这间店 它的用餐时间 是限时2.5个小时 再次推荐给你做参考 那关于这间咖啡厅的 相关影片呢 我都有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还有今天的影评 没有任何的意见 也欢迎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来跟我聊聊 那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 在资讯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IG 其实你应该 视讯跟我联系 好啦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